中国古代至少从春秋时就存在着连作的正式法条了 连作的原理是团体责任 就是把亲邻视为整体并且共同承担责罚 对于维护秩序与管控编户 这办法确实有效 所以社会各层面滋生出了五花八门的类似做法 不过一人违法 全程受罚 同罪则自负罪行相当原则 或称罪行相辰原则 同称罪则行相适应原则 相左 罪则自负的原理是个人责任 不旁及无辜 无罪不罚 所谓罪行相当 除了轻罪轻罚 重罪重罚 同罪同罚 数罪并罚等意义 逻辑上还必定包括罪则自负 否则无罪易罚 罪与行就不相当了 在罪则自负与亲邻联作之间 如何选边站 价值观是最终决定因素 金春有几位学者深说 罪则自负 无罪不罚 认为人不因为它 自己没犯的罪错付出代价 互联网上随即出现疾变 还有人指责这些学者论证过程纯稀化 丝毫不考虑中国的历史 文化和逻辑 其实浏览学者原文 除了引述西方的报应主义 功利主义之外 也引述了中国法家的重型主义 且有重肯平息 也就是说 他们并没有无视中国历史文化 同时在中国历史文化中 确实还有更多事项可以纳入视野 以功比较判断 法家是维护连作的 而在周其汉时 还有反连作的主张存在着 其理念同现代的无罪步伐并无大义 对此史学界已有了很多谄说 而指责论证纯稀化的网民 猛无所知 有待不克 西周已有父子兄弟 罪不相及观念了 在春秋仍被传颂着 战国儒者又提出了 恶恶指其身行不过罪 这变成了东方社会的通行观念 而连作之法则 发任于秦 辟居西北异于的秦政权 其制度文化 当时是一个另类 并非华夏主流 秦制 秦文化 与东方文化的差异与冲突 与其实的儒法斗争相叠加 具体在连作制度上 便也出现了两种态度的针锋相对 试涉东西之争 儒法之争 下面略作陈述 今春的辩论并非守战 其实是波澜再起 战火重燃 因为两千多年前 已有一次交锋了 汉昭帝召开了一个掩铁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 儒法两派人士第一次面对面论战 连作跟每个人 每个家庭的命运都息息相关 理所当然的成了两军必争之地 据掩铁论 周琴所计 一位御史代表其长官桑弘扬 当然也代表体制 强调同居一事 或比邻而居 就有了相互四查教界的责任 团体责任 若有犯罪 则全家 全武都构成犯罪主体 须同家责罚 一事之中 父兄之计 若身体相逐 亦结冻而至于心 故今自官内侯以下 比地与武 居家相察 出入相似 父不教子 兄不正地 舍是谁则呼 论战的反方是 遇会的文学们 他们是来自 东方各郡国的贫寒学子 文学们首先深说 等之以行轻重 各服其诸 这等之以行轻重 各服其诸 也就是罪行相当的意思 这在当时 又称当罪 抵罪 文学们意味 刑罚应该由罪犯本人承当 无罪 则无轻重可言 便不认其诸 不再当罪 抵罪之列 文学们进而只斥 以子诸父 以弟诸兄 亲戚相坐 十五相连 认为这是 以有罪反诸无罪 文子为父隐 父为子隐 未闻父子之相坐也 文兄弟缓追以免贼 未闻兄弟之相坐也 文恶恶指其人 即使而诸首恶 未闻十五而相坐也 身说恶恶指其人 反对 以有罪反诸无罪 这与罪则自负无罪不法的 现代法治精神高度吻合 十八世纪以来欧美的法治追求 也是华夏族群 古以有之的法治追求 也算是一种东海西海 心里忧同 南学北学 倒数贵猎吧 言铁论这一篇之所以题为周勤 王力气友论 周是理智的顽固堡垒 勤势法治的新的里程碑 以周勤名篇 也就是对理智与法治问题进行了辩论 欲使坚决拥护立法治癖的重要措施 文学继续宣扬先里后行的说教 并未擒有收奴之法 言铁论教主也就是说 连座与反连座的对立 乃是周勤之争 礼法之争 西周初年的智礼作乐 开创了中华礼乐文明 孔子圣赞周礼 玉玉护文哉 无从周 周于氏就成了中华礼乐的代号了 周平王东千后 礼乐众心东移其鲁 周礼近在鲁矣 严铁论所皆周勤之争 在春秋以下就成了东西之争 又马飞百看到 知识连座的全出自法家学派 而文学以儒家学派的 公养春秋为武器 对连座法表示反对 严铁论简著 文学们对连座的谴责 是以春秋公养学为本的 对这一点 住家早已多方举证 恶恶指其人一语 就来自公养传 招公二十年的恶恶指其身 公养家的渊源可以追溯到 先秦孔门子下 后来发展为一个庞大的学派 汇聚了不同时期的众多学人 其反连座的态度 并不是某人的偶发奇想 而是东方市民的普遍观念 先秦记下学的学术领袖荀子 对连座已有专论 荀子 君臣 首先深论故行当罪则微 不当罪则无 此处的当一位相应 用复古制说 也就是罪行相当的意思 童言帖会议上文学们强调 轻众各伏其诸一样 荀子强调 当罪的目的也是反连座 以此反正 无罪不法 乱世则不然 刑罚怒罪 绝赏于德 以族论罪 以事举贤 故一人有罪 而三族皆宜 荀子反对 以族以事 究其意义 就是拒绝团体责任 伸张个人责任 每个人只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禁止担任公职 也是一种刑罚 古称禁固 金属资格型之一 所以 不准罪犯的亲属担任公职 无疑就是一种连座 而荀子申说 杀其父而臣其子 杀其兄而臣其弟 他认为 即便父亲因罪处死 其子仍可以任职从政 即便兄长因罪处死 其弟仍可以任职从政 只要被证明贤能 公职仍应向子弟敞开大门 这是非常富有现代性的 在荀子之前 孟子在阳西者文王知智其也 罪人不奴 孟子 梁慧王下 汉儒召集用恶恶指其身 来阐释这个罪人不奴 孟子著 看来早在周文王时 周族就有罪人不奴的观念了 从孟子再往前看 左传西宫 三十三年 前六百二十七 康告曰 父不辞 子不知 兄不有 弟不供 不相及也 昭公二十年 前五百二十二 在康告曰 父子兄弟 罪不相及 这两条康告 赵义 杨伯俊 只为金本康告脱文 该于从考 春秋所赚注 其说是 查周成王的康告 在阐述刑法理念时 屡屡称 尹周文王 那么 若推测康告 父子兄弟 罪不相及思想 也来自周文王 就跟孟子所说的 西者文王知智其也 罪人不奴一致了 在下棋与商汤的出征事师之词中 都有余则奴鹿辱之言 声称 若违犯军令 则对本人及家人 同时加之行路 上书 干事 及汤事 而周五王法音 誓词中的说法变了 变成其余 尔公有路 上书 穆事了 只惩罚尔公 及本人 不及妻儿了 这也强化了 如下日誓 文王 五王时周人 就已滋生出 罪人不奴观念了 罪人不奴是周族的 原发首创 东周春秋一将 恶恶指其身 行不过罪的思想 在东方继续流行 寻子的杀其父 而臣其子 杀其兄 而臣其弟 显然也是源于 康告父子兄弟 最不相及的 至于成为正式法条的 三族连作 十五连作 关西秦国 是始作俑者 秦文公二十年 前七百四十六 罚出有三族之罪 秦孝公五年 前三百五十六 商样变法 令名为十五 而湘穆斯连作 秦始皇 赵准 以古飞金者族 史记 当然 东周列国 也不是没有连作 据说梁国 在公元前七世纪 就搞十五连作了 春秋凡路 王道 这个梁国 与秦同初一元 也是个迎姓之国 又 赵国 也是个迎姓之国 也与秦同初一元 也有连作 如赵之法 以承探者 身死加收 猎女传 赵佛西母 赵孝成王 以赵阔为疆 赵阔的母亲 便提出了 吉如有不称 切得无随作的请求 史记 赵舍传 沈家本推测 赵国的连作 比商样变法 晚了九十多年 应是从秦国学来的 历代刑法考连作 魏国 也实行连作 李亏伟 魏文侯 锁定法经 其中 有原作之文 以及对妄议朝政者刑 及家属的条文 如一国法令者诸 及其家 及其七世 七国考 未刑法隐 由于公元前八世纪 秦国就有三族之条了 法经是三个世纪之后才问世的 所以我认为 法经中的原作源于秦法 用魏辽子 五之令 载有十五连作内容 有人推测 魏辽约有两人 一位魏辽活动在魏惠王时 至商样之血 估计就把商样的十五连作 照单全收了 另一位魏辽 曾夜见秦始皇 对秦之君治颇有影响 金本魏辽子所见 不武编制 被认为与秦陵兵马俑的 君阵吻合 还有 墨子的号令等篇 竟然也有连作的规划 然而相关篇章是秦墨 所为墨子死后 墨家发生分化 一批墨者由楚禄秦谋生 以其守成技术 效力于秦君 入乡随俗了 被秦同化了 菊月怀而为止了 看来列国连作制度 往往与秦有关 这会是偶然的吗 徐忠书论云三族之岁 是灭族的酷刑 这在中国法律史上 也是很重要的事 这种连作法在东方恐怕没有 这在村设置下 是行不通的 徐先生认为 儒家的孝涕 仁爱思想 就是村设置滋养出来的 所以 东方的村设置 与西方的三族最两不相容 掀起始统岛 神无本事军事编制 后来渗入了基层民政 军法通常都比民政法规严酷 所以就会有一人犯进 全无有诛 这样的条文 军法能在多大程度上 渗透民政呢 东方的基层组织 更多保留了疾病相忧 患难相救 有无相获 以食相招 嫁取相谋 渔猎分德 汉诗外传 德村设传统 又长期流行 罪人不奴父子兄弟 罪不相及观念 推测东方 即便存在连作 也远不如秦国严酷 而秦宠法术 以军事立国 军制军法 在更大程度上行 诉了基层行政 男子复籍后 集成师武武人 使用军事支撑 对秦室连作 东方市民无法接受 所以在揭杆而起 推翻暴秦前后 便把作为相作之法 造诽谤 增肉刑 视为秦三大暴政 通击斥责 即御废之而后快 犹邦集团 弃自关东平民 对三大暴政 自然有切夫之痛 便因民心所向 费连作 除诽谤 轻刑罚 以号召天下 赵珠宪父老豪杰约 父老苦情 科法久矣 诽谤者足 偶语者气婆 无 与父老约 法三章二 杀人者死 伤人及到底罪 于西楚去擒法 史记 高祖本纪 论定三章之约 还有费连作之意图 比犹有三 首先 驻家张燕 司马真 已经指出 三章还有费三族 费连作的用意 其说甚是 第二 刘邦明皆 抵罪之意 抵罪 也就是当罪 也就是罪行相当 这根寻子用刑当罪 来反对连作 跟盐铁会议上的文学们 用轻众各服其诸 来反对连作 其思路 逻辑完全相同 其出发点 规则点 都是无罪不法 第三 由随后汉惠帝 与后 汉文帝 记种而来费连作 也可以反推 这是一个先帝领讨 继承人接力的历程 汉人认为 费连作始于三章 秦政库列 唯武天心 一人有罪 严及三足 高祖平乱 约法三章 太宗制人 除去收奴 后汉书 阳中传 汉惠帝 御费三足罪 费妖言令 至屡后元年照 金除之 汉书 高后继 汉文帝 召费收奴相作 有分析认为 此后承担冲击以下的图刑 就不再收奴了 汉文帝的费收奴相作照 破为可诵 法者 致之正也 所以进报 而率善人也 经犯法以论 而使无罪之父母 妻子同产作之 即未收奴 震慎不娶 震文法 正则民阙 罪当则民从 且夫募民 而导致善者 利也 其既不能导 又以不正之法 罪之 是反害于民 为报者也 实际 孝文本记 犯法以论 而使无罪之父母 妻子同产作之之予 即民事法律 不应惩罚无罪者 所以现行连作 就是报证恶法 其罪当则民 从一语重地罪当 跟刘邦的抵罪 跟循子的行当罪 跟文学们的轻重 各服其诸 以致跟现代的罪行相当 如出一辙 罪当则民从的完整意思 就是行当其罪 无罪不乏 民众才能信从 认同 又 阅读汉文帝 废肉行照 也很难不为之动容 金法有肉行三 无肾自愧 肤行致断肢体 克肌肤 终身不息 何其行之痛 而不得也 可谓 矮然忍者之言 又其废匪帮兆 民或驻祖上 此系民之于无知 敌死 震慎不娶 自己以来 有犯子者误听之 对诅咒最高统治者的行为 汉文帝并不认为 罪该万死 反而 明令官吏不加诚之 如此宽容开明 值得大书特书 对比秦始皇 与汉文帝 就能看到 二人事事相反 秦始皇豪奢 汉文帝节俭 秦始皇集义万民 汉文帝无为而至 秦始皇横征暴怜 汉文帝轻饶伯父 秦始皇严刑酷法 汉文帝废除肉刑 秦始皇罪集三族 汉文帝废收奴相作 秦始皇管控言论 寄人妄议 退诽谤之人 杀直见之事 汉文帝查举 直言及见 废诽谤 妖言之条 甚至对民众 咒骂最高统治者的行为 以明令听之认之 秦始皇追求二十三世 已知万事 汉文帝推崇 博求天下贤胜有德之人 而禅天下 秦始皇自负 以为自古莫及己 汉文帝自迁 没有振之不得 不敏不明 无甚自愧之言 仅仅相隔了三十年 历史舞台上 竟处立着两位风貌决议 背道而驰的皇帝 未免太富戏剧性了吧 后人归结为汉文帝的天性 朱熙赞旗天资晋后 乾隆赞旗天性纯粹 曾国藩赞旗出于制成 分剑诸子与类 预览经史讲义卷首 笔记十二篇 汉文帝 然而在天性 个性之上 我们还看到了 东西文化的巨大差异 与尖锐对立 进而是中国史的 一种与生俱来的二元性 文化与制度的二元性 以及如法二元性 近人沈家本称 肺肉形是千古之人正 武庭方称肺收奴 当时以为胜德 其实肺肥帮妖言 又何尝不是呢 可惜 昙花一现 尽管在金人眼中 汉文帝远不及秦皇汉 无为爱显赫 但在汉代 汉文帝却因处诽谤 去肉形 及罪人不堂 不诸王罪三大人正 而赢得圣赞 得后谋天帝 毕则施四海 得至圣 也半信扩然 蒙被更生 则即昆虫 公垂万事 后代读书人 也这样称美 三代而下 为之有百世帝王之师 三代以后第一贤君三王已将论君德者 匕首汉文盖奇 得为三代后 谨见之贤主 不详美化 但在霸业事工 以及什么雄才大略之外 另从政治文明 从现代性 比较中国历代统治者 那么还得说 汉文帝无与伦比 无愧三代后 谨见之贤主 百世帝王之师 在暴秦刚被唾弃 下一波新宫用法的高峰尚未来临 君臣成恶王秦之政 论义务在宽后 朝野一役 休息无为之时 东方文化 获得了一个空前绝后的发扬光大空间 塑造并推出了汉文帝 这样一位谨见之贤主 东方如莫道诸子 就是当时中华文明的制高点 最强音 最人不奴父子兄弟 最不相及 恶恶指其身 等东方思想 我确信就是汉文帝 废收奴乡座的理念来源 舍此无他 秦始皇则是关西文化的产儿 秦文化在当时 是一个另类 王国威云 秦齐魏鱼龙以前 及秦文公以前 待遇诸容无义 秦都一考 秦牧流行曲之葬 西首葬 曲之葬 竟然占到了90%以上 然而 这是朱龙藏族 跟华夏族的养身执之葬 北首葬 坦然不同 可证秦国国民 却有浓厚的戎族性质 商量 韩非的学说 在秦生根开花 连坐之法 在秦畅行无阻 同级国民的朱龙性质 息息相关 荀子称其侮辱 李斯承认 势不产于秦 在百家争鸣的辉煌时代 没有一位伟大学者出于秦帝 没有一部伟大著作出自秦人 尽管秦也以下自居 努力即尽下的行列 华夏列国却不予会盟 视秦为虎狼之国 秦与荣敌同俗 有虎狼之心 贪力好力而无信 不使礼义得性比秦者 弃礼义而上手攻之国也 全使其事 如使其民 承使秦王得志于天下 天下皆为如意 如即奴隶之义 秦之政治体制 在东方市民的眼中 就是一种奴隶制 秦大量使用折术 行徒 奴蝉子一点 也给了郭沫若同样观感 秦始皇时代 看来是奴隶制大逆转 实批判书 吕不韦与秦王正的批判 秦之成淡冲 鬼心 白灿 历臣妾 思寇 隐官 居姿 居赎 居债 折术 行徒 奴蝉子等 数量庞大 而名目凡多 总之 秦形成了和周文化传统 截然不同的一种 全新法家的文化体系 较之仍保有 周知传统的 东方六国文化 已走向了一条 不同的道路 它在制度 价值观 文字等等方面的 新的发展 已不被保留了 较多周知的 东方文化 所接受容纳 合进 秦城 虎狼考 具体到 秦之连作 也不被 东方社会 容纳认同 然而 也不能不承认 连作是否有效 与连作是否正义 是两个不同问题 在事实层面上 连作肯定有效 家族连作文准狠地 抓住了我们 每个人的软肋 为了亲人 骨肉 只能绕行禁区 十五连作 也是束缚言行的 粗大绳索 谁愿意 轻易牵连累世的 方林呢 正是为此 他被各王朝 用作致民利器 在价值层面上 虽说有效 不等于合乎正义 然而 何为正义 也是莫衷一事 众说纷纭的 秦人与东方市民的 看法有别 统治者与读书人的 看法有益 国家主义者 与民本主义者的 看法 也肯定迥然不同 虽然汉出一度费连作 连作却深得 有私青睐 三章之法 不足以欲间 每几天 萧和九章律 便取而代之 汉书 行打之 汉文帝 遇费收奴 有私便以相作作收 所以为其心 使中犯法 所从来原以 如故便加以抵制 史记 孝文本记 这个体制的最大特点 就是个别的人身支配 用西岛定生说 其内在倾向 就是把每个人 最大限度的管控起来 在此连作之法 得心应手 所以 两千年大行其道 在神州 长胜不衰 秦帝国统一后 以秦文化取代 消灭六国文化 刘文锐 政府与反抗 略论秦王朝的 区域文化冲突 坑杀东方学者 焚烧东方典籍 最终反客为主 纠战雀朝 以此夺诸 民众对连作 也由排斥 而逐渐接受 逐渐习义为常 习非成事 习之成性了 不过 我们依然奢望 国人能重拾 并真存 这一历史记忆 早在中华文明 初属之时 我华夏族群本 是反对 以族论罪 主张父子兄弟 罪不相及 恶恶之其身的 这跟近代西人的罪责 自负 无罪不乏 并无二致 而且更早 这是值得 自信自豪的 如果你一条条 审视 两汉魏 近南北朝 及更晚的相关史料 就能看到 父子兄弟 罪不相及 恶恶之其身 被奉为 古今之令典 百王之达治 曾在王朝 司法中令 成仙上万的人受贿 免于诛连之苦 刑杀之灾 返连作所欲含的 宽容 理性与仁爱 让人民感受了 华夏文明的温暖 对冲了 秦氏体制的 冷酷无情 而且还应知道 在近代之际 中西还曾 惠为一流 1905年 武庭芳 沈家本 警费援作获准 其实 便重温了 汉文帝队援作的谴责 并以 今世各国贤 主持刑法 只及一身之意 与罪人不奴之 古训 实相符合为言 删除 律地内重打折 百代都行 秦政法 行将旧墓 近代西方文明的刑法 只及一身 与中华古文明的 罪人不奴 并兼玩手 惠师合流了 此文为 吴宗国先生 纪念文集而作 今先行发表 2023年8月31日 研布克 1954年生 1988年 毕业于 北京大学历史系 或历史学博士学位 此后 在北京大学 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任教 1993年 任教授 专业方向为 魏晋南北朝史 政治制度史 和政治文化史